好,什么问题呢? 有些同学看不懂 我们这个整个C-Sharp的程式 到底它这个程式是什么意思 我稍微把每一块解说一下 这样子各位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 好,每一块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Using这边是引用函式库 例如说我Using System Data 就是引用的System Data这个函式库 System Drawing就是引用System Drawing这个函式库 Data显然是跟资料有关的 Drawing显然是跟会图有关的 Link Queue这个是一个资料库的函式库 Test是跟文字有关的 Windows Phone,这就是我们视窗有关的 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些函式库 其实有些没用到 像Link Queue我们也没用到 可以砍 你砍了它是不会合错的 因为我现在在除错模式 所以我可以先把它关 关了之后你再去用 还是可以把实行的结果呢 也还会是一样 OK 所以呢 有些没用到的函式库 你是可以拿掉 Data和Test 目前我们好像也没用到 所以很多都可以砍 我先用注解 你可以采用注解试试看 不需要一下就把它全砍 否则的话如果错了 还是可以 所以这两个显然真的没用到 Joying有没有用到呢 搞不好也没用到 还是没用到 所以全砍了 只剩下Windows Phone就可以 OK 只剩下Windows Phone就可以 上面还有一堆 Collection.generates 这就不能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到的字 就是属于Collection.generates 这Collection是集合 Generation 通用 通用集合 这个字典就是属于通用集合 不能砍 Component Model 这也应该不能砍 System 最好不要砍 所以留这几个就可以 那再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命名空间 他命名空间 他命名空间 我们刚刚的例子叫 就是 刚我们建立专案的时候 专案名称叫Diction 所以 这边 命名空间就是Diction 好 接下来呢 这个东西是 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表单 代表我们现在这个表单 所以 这个Fone1 是我 我继承 继承这个Fone 这个Fone在哪里 这个是WindowFone里面的一个 部件 类别 我继承它 所以Fone1继承的Fone 这个类别 然后呢 这个是Fone1的建构函数 Fone1的建构函数 那这里呢 就是它的资料 这个类别里面的资料栏位 我有几个变数 我都可以建造在这个类别里面 的资料栏位 所以你只要建立一个物件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栏位 好 那这边Initialize Confonent 它是在做一些初始化的动作 初始化动作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Fone1.cs 这是Design 这个Design 这个Design 其实有原始 在SF 你会看到 这边 它有所谓的Initialize Component 所以在初始化的时候 就是你用四双 拉出来的一些界面 都是在这边 这个不要去改 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动产生的 你去改的话 可能会错 我们要写的程式呢 可以写在这里 这里就是 凤一建立起来就可以 就会被执行的东西 就是可以 初始化可以放在这里 那另外 这个是按钮按下去的函数 按钮按下去的函数 那我们目前只有写这个 如果你今天想要自己 创造一些副程式 你想要创造副程式的话 你可以写在这里 比如说 void Hello 这样 然后呢 你就 Message box can show Hello 我可以把程式放在这里 当然我没有换好 很像怪怪的 OK 这样 我可以把我自己想要写的 副程式写在这里 就是副程式 物件里面的成员函数 那这边是自动产生的那些 你要按钮那些材料 它就产生 那刚刚有同学会看到 我的办理里面 我不是放在这里 我的办理里面不是放在这里 我放在哪里 我放在一个叫foam.road 那个怎么产生 foam.road 现在这个是foam 对不对 你在没有其他元件的地方 按两项 才会出foam.road 如果你把这一段 这一段给提到foam.road 里面 那也是可以 所以 你有很多种学法 就是要解它的架构 你就可以 放在对的地方 然后这边 稍微提ő一下 整个城市的结构